第十九集 张萱教了不到一刻钟 便发现这个妹妹聪慧过人 凡是她所说的内容 统统能举一反三 一时大有成就感 这时太阳渐渐高升 张启学了一会儿 向着张萱扶了扶 催生生地小心地说道 阿兄 是真不早了 阿琪得去学堂了 她水灵灵的大眼 眨巴眨巴地看着张萱 那表情是那样的小心 张萱经她提醒 才发现时辰已经不早了 自己居然教一个小女娃子 教了这么久 她呵呵一笑 伸手摸了摸张启的头道 那你去吧 张启应了一声 转身便走 走着走着 她窃窃地回过头来 声声地看着张萱 阿兄 我以后可以来看你吗 张萱站起来 她走到张启的面前 伸手俯着她的脸 温柔地说道 怎么不可以 阿琪是我的亲妹妹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张启喜笑颜开 小脸如春花般绽放 她甜甜地 幸福地眯着眼唤了一声 阿兄可不许耍赖 在张萱的笑声中 她朝张萱挥着手 欢快地说道 那我去了 转身时 她伸手把额头覆下 挡住了大半眼睛 随着额头一盖 眼睛一挡 刚才还水灵灵 娇俏俏的小姑子 一下子变得平庸不齐眼起来 张萱没想到 她还有这个本事 先是一惊 转眼想到 她刚才学诗时的聪慧 马上明白过来 她哈哈一乐 朝着张启眨眨眼 悄悄地说道 阿琪真聪明 对上张启变得得意的笑脸 她的心情愉悦非常 走出亭台 太阳已经高照 这个时辰 不知有多少婢女 来来往往过 想来那些婢女 是看到了 她和张萱在一起的 不过兄妹相聚 他们看到了 又能怎样 走着走着 张启回头 看着站在远处 亭台上的张萱 有兄长的感觉 便是这样的吗 这时 一个声音唤到 张启 张启回过头来 换她的人 正是张萧市身边的 大婢女阿湘 一看到她 张启心下一领 连忙扶了扶 怯生生地唤道 阿湘姐姐 阿湘嘴角扯了扯 阿湘是姑子 不可换婢子做姐姐的 顿了顿 她严肃地说道 夫人有事问你 是 跟在阿湘的身后 张启刚刚得到张萱的喜爱 而生出的兴奋 已经消失了 她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不安地想到 夫人 找我能做什么 安静中 两个人便很快来到了 张萧市的院落 腿后一步 阿湘说道 夫人在里面 你进去吧 是 张启捏手捏脚地走进去 堂房中 两个婢女安静地 站在角落里 张萧市正翻看着几封信件 见张启进来 张萧市放下信件 抬头看来 张启 是 前天晚上 你随着阿锦去了萧府 是 这次张启一说完 马上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颤声道 夫人 阿琪没有 张萧市目光静静地盯着她 神色不动地 等着她说下去 张启慌乱地说道 阿琪没有别的心思 金姐姐叫阿琪去时 什么话都没有说的 别的心思 什么别的心思 张萧市声音淡淡的 听不出喜怒 张启低着头 害怕得脸都白了 她如如地说道 阿琪 阿琪没有想过萧郎的 阿琪 阿琪不会有这种非分之想 张萧市嗡了一声 语气中依然平静至极 你的意思是 阿琪带你前去萧府 是因为你喜欢萧郎 张启咬着唇 额头伏地 她没有回答 可那表情 却分明是承认了的 张萧市盯着她 这时 一个婢女上前 滴滴地说道 阿兰说了 锦姑子带着这个阿琪前去 便是想把她送给萧郎的 张萧市脸色一沉 自己的女儿 这么迫不及待地讨好一个郎君 自己还没有过门 便主动帮对方送女人 还真真是不争气 挥了挥手 是一婢女退下 张萧市又盯向阿琪 她自己的女儿 她是知道的 一向心高桥 又向来对这个张琪不喜 前晚带张琪去萧府 好心定是没有的 只是她不知道 女儿竟然陷得这么深了 为了讨好阿末 连这种事也做得出来 她气了一会儿 张萧市这才记起 自己换阿琪前来的目的 嘴一张便准备开口 这时 阿湘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夫人 萧郎来了 萧莫来了 张琪一惊 张萧市收回盯着阿琪的目光 站起来 推到一旁 是 张琪站了一会儿 一眼退到一侧 她刚刚站定 房门打开 一阵清风吹来 一个奇长的身影 出现在张琪的视野中 萧莫来了 萧莫一进门 目光便是一明 张琪居然在这里 她目光闪了闪 温文俊秀的面孔 转向张萧市 向她行了一礼 萧莫恭敬地唤道 阿末见过石姑姑 张萧市没有吭声 一向对她词耳温柔的 亲姑姑 这一刻沉着脸 表情颇为不善 萧莫眼观鼻 鼻观心 安静地站在堂中 等着张萧市开口 凉酒 张萧市才重重一哼 她抿着唇 不高兴地说道 阿末 你可是喜欢我家阿锦 萧莫笑了笑 恭敬地回道 哦 阿锦表妹美丽可爱 阿末自是喜欢的 张萧市又冷哼一声 她唬着脸 冷冷地问道 哼 那你可愿意娶她为妻 萧莫再次一笑 依然恭敬而有礼地回道 哼 姑母忘了 这婚姻何等大事 岂会由阿末擅自做主 啪的一声 张萧市在旁边的几岸上 重重地一掌 她唬着脸立声喝倒 你不敢擅自做主 你不敢做主 却敢调戏你的亲表妹 萧市阿末 你好大的胆 萧莫睁大眼 诧异地看着张萧市 她醋了醋眉 严肃地回道 姑母此言诧异 阿末与表妹自小一块长大 何时有个调戏 萧莫为人端方 张萧市是知道的 她这么一说 张萧市不由一正 她看着一脸严肃的萧莫 蠢道 难道是阿朗误会了 她女儿自幼 便喜欢这个表哥 这个也是张萧市知道的 以前她想着 等他们长大了 再把这门亲事说了便是 可哪里知道 与她同样来自萧市的婆母 张市的大夫人 突然下令 不许姑子们接近萧莫 她就真不明白 这门亲 哪里就结不得了 张萧市瞪了萧莫一眼 见她一脸地端直 暗暗叹息一声 却也不想过分责怪这个侄儿了 就在这时 张萧市听到 萧莫诚挚的声音传来 姑母 听说锦妹被送进了祠堂 阿末愿意向姑奶奶求情 萧莫去求情 张萧市心神一动 她清楚地知道 这一次婆母是何等震怒 也许萧莫出面 是个好主意 她点了点头 温声地说道 也好 见她同意 萧莫笑了 恭敬而有礼地说道 那阿末就先去了 顿了顿 她瞟了一眼 站在角落处 急不起眼的张萧 又向张萧市说道 前日锦表妹带着阿琪去我府时 说了一些话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难得相见 姑母 我想与阿琪说说话 顺道 由她带我去姑奶奶处 有话 一直没有想明白 光是这一句 便能让人胡思乱想了 要不是张琪 先前在张萧市这里背了底 张萧市 只怕眼刀都射出来了 此刻 她也抬了抬眼 哦 什么事不明白 肖默一笑 她瞟向张琪 到了这个时候 张琪依然低眉脸目 既乖巧又安分 仿佛那一晚迸发的风情 只是她的错觉 肖默目光再次闪了闪 她意味深长地 盯了张琪一眼 转向张萧市 斯文地说道 表妹那日前来 说要送个礼物给我 可是后来是忙 阿末便把表妹说的话 给忘了 今日来了 正好问一问 这哪里 是不明白的样子 张萧市听了 心中一阵窝火 这张琪 虽说是丈夫的私生女 可她好歹 也是丈夫的姑子 女儿都不跟大人提一下 便准备把自己的妹妹送人 真是胆大妄为 何况还是大夫人刚刚警告过她 她真是被自己给宠坏了 忍着不舒服 张萧市向萧默叹道 阿末 你表妹年少不知事 这话 你不要在大夫人面前提起 提起了 那肯定是火上浇油 自己这个女儿 只怕是再也不会被她奶奶喜欢了 肖默一正 似是完全不明白张萧市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她是个聪明人 便很快恭敬地应道 是 见她答应了 张萧市转眼看向张琪 盯着她那清秀的脸 她知道 这个私生女多半是无辜的 可就算如此 她对上张琪那张脸 也满是不耐烦 顿了顿 张萧市说道 她哪里知道 去你姑奶奶那儿的路呢 对上肖默明亮的眼 她马上想到 不能违逆这个 有前途的侄儿泰国 便又改口道 就让阿湘一并去吧 多谢姑母 肖默转过身来 她温温和和地看着张琪 淡淡地说道 阿琪 走吧 是 夫人 阿琪告退 目送着肖默和张琪离去的身影 张萧市脸色变了变 她手掌在几岸上重重一放 喘起气来 两个婢女连忙上前给她安抚 一个婆子连忙靠近来 低声劝道 夫人 金姑子经过这次 一定会懂事的 你可不要弃坏了身子 张萧市咬着牙 恨铁不成钢地道 请诉我都是纵着她的 这以后 一定要管教了 这个张琪 怕是与阿锦犯冲 她以前纵是喜欢肖默 还是有几分分寸的 这样吧 你去谈谈大夫人的口气 如果可以 就把这个张琪送给肖默 算是全了她的心了 刚才在房里 肖默虽然说表现淡淡 那神态分明对那个乡下来的 贱丫头赶了兴趣的 肖默是个有大虔诚的人 一个私生女 她既喜欢 那送她便是 是 顺道派人盯着那个丫头 看她到底有什么能耐 居然让肖默这孩子上了心 是 张启公身退出房间后 便安安静静地 跟在阿湘和肖默的身后 她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想到 经过这么一曲 只怕张萧市 已经盯上我了 早上自己跑到张萧那里 与她相处甚欢的事 张萧市一旦知情 也会派人盯上自己的 她早就想好了 卑微的 随时会被人打杀的日子 她是不会过的 她要获得更多人的保护 就不得不承受 招风之雨 正在这时 走着走着的肖默 突然脚步一顿 张启正低头寻思 一个霉流神 竟是生生地 撞上了她的背 砰的一声轻响中 张启低叫一声 向后道去 肖默连忙伸手扶住 就在她一扶一抹之间 两红可凝的血色 出现在张启的鼻唇间 在阿湘的经证中 肖默皱眉道 净流鼻血了 她转向阿湘 命令道 去端盆水过来 阿湘应声就走 请慢 肖默唤住她 提醒道 不要惊动他人 阿湘点头 心存道 碰触了流鼻血 本就是小事一桩 再说这张启 又不是什么高贵的 哼 哪里值得惊动他人 目送着阿湘快步离去 肖默一把抱起张启 走向旁边的假山处 来到假山洞里 她慢腾腾地 放下了张启 见张启 瞪着自己的衣袖 她笑了笑 甩了甩袖口 顺便从中 拿出了一个布包 你想得不错 那些 只是一种染料 是我故意摸在你脸上的 抬起头来 定定地盯着张启的双眼 她斯文一笑 露出雪白的牙齿 阿启 你不觉得应该 向我解释一些事吗 见张启垂头不语 她声音转沉 你可以多想一会儿 我不急 她的语气中 有着不高兴 张启咬住了唇 她算错了 她就是个强势的 盯着低着头 直宁不语的张启 肖默伸出手来 她的手指 扶上了张启的脸 然后 缓慢而坚定地 扶起了她的额头 在张启紧张到全身僵直中 肖默低沉的声音传来 你眼睛这样照着 看东西时 不会不舒服吗 她记得那晚上 那双秋水长空般的眼眸 给她的惊艳 而她现在 就想弄明白 她慢慢地 扶起了张启的额发 张启没有动 这个时候 她做什么都是无用功 终于 她的额发 被她完全扶开 她的小脸 清楚地 出现在肖默的面前 张启看到 这一瞬间 肖默的眼睛大亮 肖默紧紧地盯着她 两久两久 她虚出了一口长气 喃喃说道 原来我那时 没有看错 她第一眼见到张启 便感觉不对 那感觉 果然是对的 肖默从来没有想到 只是把额发一照 眼睛一挡 一张那么灵秀 可爱的小脸 便会变得如此普通 她孤注了张启的下巴 好一会儿 肖默松开了张启 低声道 你是对的 张启果然是个聪慧的 在张启诧异地 抬起雾蒙蒙的大眼 看向她时 肖默斯文俊秀的脸 以尽是柔情和肯定 她掏出手帕 帮她试去 鼻唇间的染料 那动作 温柔地 宛如春风拂过 一边服侍 她一边滴滴地说道 以后 还要把脸 涂黑些 顿了顿 她又道 明天我会令小鹿 给你送来一样东西 那东西融入水里 洗过脸后 皮肤便会变黑 你放心用 她对肌肤无损 对上张启正宠的表情 她伸手拍了拍她的小脸 然后帮她把鹅发放下 走 我们出去吧 两人刚出去 便看到端着一盘水的阿湘 急急走来 望着阿湘 肖默道 你回去吧 见张启眨巴着眼 她笑道 你可以回房了 张启低头 想了想后 她朝肖默一扶 乖巧地应道 是 转入树林之中